其实在ECFA签署之前 现在已经有不少台湾的产品 打进了中国的高级进口超市 业者表示因为现在被课的关税高 所以成本和售价也高 但是销售情况还不错 他们预期在ECFA签订之后 零关税将使得产品的定价更有竞争力 宽敞空间 明亮采光 洋酒 日系干货 各式舶来品陈列都经过精心设计 这家在上海的大型超市 锁定高收入消费客层 店里80%都是进口货 1995年开业至今 已经拓展到9家连锁店的规模 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进口超市 在上海这家专门卖进口商品的高级超市 可以看到台湾货的踪影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是台湾的酱料专区 而在这里剥皮辣椒跟各种柏来品一样 价格不菲 可以卖到台币400块钱 台湾商品和其他进口货一样 受到关税影响 价格比起原产国翻了一倍 土豆面金人民币10块钱 折合台币将近50元 番茄汁人民币14元 折合台币将近70元 高成本源于高关税 红烧牛腩条理包关税12% 小米酒20% 砂糖更高50% 奶茶35% 胡麻油12% 而漂洋过海 台湾生产的水果价格也不亲民 像我很喜欢吃鲜香 每次一买就很大 就很痛这样子 那我就会很舍不得买 不过慕名而来 寻找台湾商品的人还是不少 这家进口超市在上海闹区 淮海中路分店 成立了台湾商品专区 反应出乎意料的好 有些客人他是从台湾直接回来 然后到这边 然后说再要购买一点更多的东西 还是以休闲食品为主 像画梅啊这种东西 以梅子来讲 台湾的跟大陆大概差多少钱 大概是要差那个三四块左右吧 但是销售量差不多 销售量台湾的要好一点 台湾人从小吃到大的零嘴 熟悉的铝罐装奶茶 销售状况都不错 台湾品牌对中国市场 有一定程度吸引力 不过面临的竞争对手 反而是自己 走小三通或是走私的台湾货 在中国大陆比比皆是 光是价格优势 就让循规道局进货的厂商 很头痛 我从台湾建一个这个 销木花生的话 那可能花生的关税在这20% 那如果只有小三通 就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关税的 它就少掉20% 在中国我觉得还是价格在前面 如果说开放的话 那个当然商品内容就会增加嘛 然后价格会荡下来嘛 否则的话永远这个市场 就是这样阴阴回回的 有的走私的 有的什么乱举八糟这样子 就是会 有时候也反而把他的产品 名声搞坏掉 一旦食品列入早期收获清单 ECFA签订之后 台湾货更具价格竞争力 也因此 尽管目前还要立抗 其他管道进口的低价台湾货 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厂商 愿意付出代价 让商品在合法管道上架 尝到ECFA免关税的甜美果实之前 品牌得先亮相暖身 及早在消费者心中留下印象 记者薛家丁之间 上海采访报道 reported 烹饪 这里面是我们的 年灾 货 我